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丽华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本书 和我2022年年度书单 我介绍自己的今年新出的这本书 《思成与建读之间,中国哲学论集》 就这本书 那么这本书呢 是我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专题论文的集成 所以从这个书的具体内容看呢 这个书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这个书的内容是比较深的 所以可能对一般的读者来说啊 会觉得我这个书呢不够友好 因为这个是论文集 这个首先是要跟大家强调的 这是我从1992年进北京大学哲学系 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以来 30年思考的一个集中记录吧 因为我个人写作论文的一个节奏呢 是相对比较慢的 而且我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的论文和我的著作 一般是分开来的 我基本上不大有 说这个在写作过程当中 写一本专注的过程当中 就把自己的这个专注当中的 一部分内容拿出来发表的习惯 对我整个的这个 这本书里面我选的22篇文章 时间跨度呢正好是20年 从这个2000年到2010年 都是这个正式发表过的论文 我把它集中在一块 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排列 没有做专题的这个组合 那么这本书从标题上来说 我把它命题为 《思成与建读之间》 那么这个《思成》呢标举出来的是 《思梦哲学》的传统 就是在我看来 《思梦哲学》从子思到梦子 或者说从经典上来说 从中庸到梦子 最重要的凸显出的是一个成体 那么建读呢是庄子 我个人认为 中国哲学对根源实体的揭示 第一个高峰 就是在孟子 庄子这个时代 就是孟子和庄子 从不同的侧面 去揭示出 对那个一切事物之根源和根据的 那个实体的一个把握 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 那么在我看来呢 孟子凸显出来的是这个成体 这个当然是对子思的 这个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那么庄子凸显出来的是毒体 也就是说 《思成与建读之间》 实际上标举出 我自己三十年来 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 整体的范围 同时也是一个 自私的一个进路 这是我的 对这本书的一个介绍 那么这本书里面呢 我说我写了22篇的这个文章 那么这22篇文章呢 其实我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确实有一种感觉 回看自己当年的论文的时候呢 第一是会有一种 非常强的陌生感 我那时候重途的时候 会觉得 写作的这个人当时在想什么 然后呢就会 有的时候就会还原回到 当时的一些写作的场景 那时候我还很老 所以很多时候 我会看到那个文字当中 有非常清楚的 凌晨两到三点的这个气息 甚至有的时候是可能是凌晨五六点的这个气息 年轻的时候 熬一熬的很多啊 这个其中有几篇文章 我是在01年到02年之间 当时我在加州伯克利做访问学者 那个时候我黑白颠倒 我在美国是按照北京时间生活的 所以呢实际上就很多时候这个是有 有这个凌晨的这个气息 我曾经在美国写过一篇文章 世界黑夜当中的无眠者是非常能够透露出我 大概30到34岁之间的一个一个心情的状态 所以我从回看我自己的书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从文字上来说 很明显在06年以前 我的文章是太过追求思考和表达的锐利 所以现在我回头去看的时候 我会觉得不习惯 到了06年以后 我的大部分的专业的写作 都是重新回归到 这个非常正统的中国哲学的写作当中 重新回到并延续并传承 这个北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的这个传统脉络当中来 那么我的这个思考当中呢 这22篇文章里面 除了中国哲学专业的文章以外 里面还收录了两篇 也是唯二的两篇 可以说是我的西方哲学的阅读 我对西方哲学阅读留下的 这个一些思考的痕迹 也算是一些学习的心得吧 一篇是围绕海德格尔的存在时间 一篇是围绕这个斯特劳斯 那么围绕斯特劳斯那一篇呢 其实本质上还是围绕海德格尔 我那篇写得很大胆 到现在我回头去看 我印象中写斯特劳斯那一篇呢 应该是零四年写的 我记得我写完那篇文章 当天的凌晨 然后睡醒了之后 就得知这个张旦年先生去世 然后心中这个大为震荡 那么这两篇文章呢 收入进来 其实只是来标准出 我自己研究和思考过程当中的 这个一些曲折 我自己的学术研究的道路呢 其实是比较偶然的 就是我原本计划当中的展开 其实并没有展开 比如我原本在硕士阶段 我是做阳明学研究的 我硕士论文写的是 王门厚学 是写的这个江佑王学当中的 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这个人叫聂豹 后来人们称他叫聂双江 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呢 当时根本就找不到 在图书市场上 是没有这个聂双江先生全集的 聂双江先生文集 没有这个书 当时全国 全中国只有两个半的聂双江先生文集的善本 其中一本就在北大图书馆 北大图书馆善本市 我现在还记得 我在北大图书馆善本市 首抄聂双江先生文集 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我这个不抄的话 我这个书带不出去 然后那个时候拍照呢 是拍不起 另外人家不给你拍 所以我在北大善本市抄这个书 我印象中抄了两个多月 每天早日就去抄 到善本市关门 大概抄到一半 好在我是先把我认为最重要的先抄 抄到一半的时候就到了语记了 到了语记 善本市的老师就跟我商量 其实也不是商量了 对 那就是说你不能再看这个书了 这个书 这个书你这么看 语记来了 这个书要被毁掉了 然后我就用着我首抄的 这个案本的聂双江先生文集 做了自己的硕士论文 这是我第一个研究阶段 我到了硕士毕业以后 就考上了汤一介先生的博士生 最早我原来还是想延续着 我的这个杨明学的研究 继续往下走 但是那个时候呢 这个汤先生就建议我 从这个明代儒学啊 特别是杨明学当中转出来 然后在汤先生指点之下 我就做这个两宋内丹学的研究 那就转入了一段 我认为非常大的一个曲折 就是这个道教的研究 现在回头看 这个曲折对我还是很重要 北大有一个专门的研究生阅览师 其实是教师研究生阅览师 我在念博士期间呢 我就将近两年的时间 是坐在研究生阅览师里 读那个北大图书馆 唯一一套那个正统道藏 我选的那个桌子 就是离那套正统道藏 最近的那个位置 有好几次呢 有一位老先生坐在我对面 那位老先生呢 就是纪献林先生 所以我曾经有那么几次经历 就是看纪献林先生 那时候老先生八十多岁了 坐在我对面 对不起 是我坐在他对面 然后呢这个老先生呢 就在那儿 你看他去查书 然后一螺子书放在面前 你看他在那读 而且在做笔记 我估计那时候 纪献林先生 应该是在写唐诗 写他的唐诗 所以应该是那个阶段 所以这也是 我想起来 非常值得回味的一段 因为两年多的道教研究呢 让我觉得一方面 我收获非常大 无论是文本的这个阅读啊 无论是这个 对中国哲学思想 对中国的思想的整体 面貌的这个把握呀 特别是其中一些 重要的考证的环节 但是两年多的这个研究之后 我会觉得非常明确的一点 就是我不觉得道教的研究 是能够安顿我自己的 原来选择学中国哲学的 那个初心 安顿不了我原来的这个想法 所以我就进入了 大概有一两个月的彷徨 很茫然 下面该怎么走 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继续研读 一些当时被认为最重要的 西方哲学的著作 其中最重要 对我影响最大的 其实还是这个海德格尔 所以我在 四成语建读这个书的序言里面 我写了这一段的经历 主要是读存在于时间 那个从博士毕业以后 98年99年 反复就是死科 死科存在于时间 直到觉得自己读进去了 读进去以后 我就存在于时间 我前前后后读了20遍 仅仅仅中文本 我就读了20遍 再加上两个英文本 应该不止这个书 然后我在01年 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 那书把几乎能够找到的 海德格尔的英语 基本上都收集全了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曲折 当然到04年 所以这个在这个书里面 都会体现 04年的时候 因为那段时间呢 这个阅读非常庞杂 这个后来我的老师呢 就把我叫到家里 就提醒我 李华你这个还在专注于 中国哲学的研究啊 你可以看西方哲学方面的东西 你可以广播地阅读 你什么都可以接触 但是你的主业 你的重心 就是中国哲学的研究 我觉得这个提醒 对我非常的关键 陈来老师这个提醒 对我非常关键 比如说04年 我33岁 然后呢就 转回来 进入到 也是在陈老师的引导之下 进入到这个 北宋的这个 道学的研究 其实到了09年的时候 我还保持着一个想法 就是我要重写未经学学史 但是后来因为 因为各种原因吧 因为各种忙碌 也到了那个年纪 各种各样的忙碌 各种各样的事物性的工作 各种各样的牵扯 使得我就调整 把自己原来想重写 未经学院学史的这个想法 这个想法 就转为专门研究郭相 这就形成了我这个 关于郭相的一些研究 当然张赛和郭相呢 我都是写了专门的论著 这个是我说这个整体的大的曲折 那么这些曲折其实在 这个整个 我介绍给大家的这本 这个思成与建读 中国哲学论集这本书里面 其实都有体现 我这本书呢 因为这个属于中国哲学专业论文 但是呢 并不是说它没有面对 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问题 其实这里面核心的关注 其实都指向克服虚无主义 如果说三十年的研究思考 如果说真的是 有一个核心围绕的主题的话 其实指向的就是 克服各种各样的 不同程度 不同形态的虚无主义 所以无论是研究孟子 研究庄子 研究张哉 郭向 包括研究这个朱子 那都是指向这件事 而这件事呢 我不认为是能在 政治社会这个层面解决 克服虚无主义的问题 一定要在根源性的问题上解决 一定要在根源性思考 这个层面解决 所以我这个书里面 有一个系列的 这个思考 这个思考实际上是贯穿了 我二十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的一个思考 就是天理的内涵 就天理到底 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以这个为主题的论文 在我的这个书里面 应该是三篇 能看得出非常明显的 看得出前后的推进 所以呢 天理的内涵的这个 根本指向 其实 如果说对时代 对人生有呼应的话 还是要在实体层面上 在形上根本上 为 合乎这个时代的 这个理性的生活 理性的生活态度 奠定哲学的基础 如果说 北宋 或者说两宋道学 也称两宋理学 他们的指向是 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的话 我们今天的 这个哲学的努力 我认为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就是 如何在现代性的生活里 用哲学来为 对于这个时代来说 和道理的生活方式 奠定哲学基础 所以这是我的 其实的关注点